玻璃星球的节目当中要认识一位中东舞者 只是说他对于中东舞是非常非常专心的 在这边直接先介绍他 他是来自于阿萨德中东舞团的艺术总监级团长 也就是邵振宇老师 老师好 大家好 老师现在应该就是在忙着做一些节目上的宣传 这次的作品会先在哪里收演 4月29 30在台北的水源剧场 6月24 25会在台南的台江剧场 这次是什么样的中东舞蹈 这一次我们是把台语结合到中东舞蹈里面 所以就是改变了一些经典的老歌 把一些台语诗加进去中东舞蹈里面 也就是说这看起来有蛮多在地的元素的 只是说结合了中东舞蹈的一个部分 那当然中东舞蹈分类上也是蛮多蛮多的 而今天我会专注来询问跟肚皮舞相关的一些故事 那当然在这个整个系列来说 最一开始最一开始的时候 老师我有先传了一篇很短很短的文言文给你 那篇就是夸腹追日的这个故事 您自己在看完后或者是以您自己主观认为 我想问您您觉得夸腹为什么要追日呢 他就是在追求一个做不到的事情吧 然后挑战自己的极限 所以会很试着来挑战自己 某些程度上跟老师的这个团队的名字 好像有一点点像 因为我记得您以前跟我说 阿萨德是您在中东的名字 阿萨德是狮子的意思 就是阿萨德 就是当然你也可以把它往那边想 因为它是就是狮子嘛 就是比较就是勇敢的感觉啦 但它就是狮子的意思这样 是我阿拉伯的名字 嗯哼哼了解 好的 那在这一次的一个状态来说 我们会集中来询问关于跟肚皮舞相关嘛 就是说可能还是要从最开始 老师如何接触到中东舞蹈开始来讲 而在过去其他的专榜当中 我自己有看到的就是 您本身是具备有国标跟街舞的基础的 而是在一次的偶然机会下碰到了中东舞蹈 想邀请老师跟我们这样讲 这一段故事 它大概是在什么时候 什么样的情况 而当时的这个中东舞蹈 它是独皮舞吗 如果不是它是什么 一开始我是先去舞蹈教室教街舞 然后老板就叫我去带不同的课 例如说瑜伽、油氧 然后包括肚皮舞 那从那个时候开始学习到肚皮舞 这样因为你要先去学才能帮忙带课 哦了解 所以也是在那个时候 这一开始的时候就已经碰到肚皮舞了 那老师你觉得 那为什么当时你会觉得肚皮舞就好像跟你有那种很神奇的这种缘分呢 一开始只是把它当热舞在跳 那再加上其实像拉丁舞也是要扭腰白臀 所以对我们来说 并没有那么大的觉得有那么大的差异啦 那只是说当然一开始跳的不是很正统 就是把它当热舞在跳或拉丁舞在跳 因为我本身就喜欢异国舞蹈 那后来觉得蛮适合自己的 因为它是可以自己一个人跳 也可以团体跳的一个舞蹈 当时是几岁的时候碰到的 我好久了 大四下开始教课 大概就是那个时候之后吧 我也没有仔细算 二三之类的吧 那这样子等于也有一大段的时针就是了 那在整个过程当中 后续啊 其实在专访上会看到说老师为此还特别远赴到了中东来去体验他们的文化 那也特别跑到了政大来去听他们的相关的语言课程都不断不断的一直一直的旁定 而且想尽办法抓紧时间来休息哦 这样子的毅力的确来说好像不是一般人会有的就是了 老师你当时什么样的一种坚持让你会这么的狂热的去投入呢 一开始会要去北上去上所谓的土耳其文课程 上阿拉伯文课程是因为在之前就是要陆续去比赛 那时候我就会觉得要怎样才能增进自己的能力 然后就想到那我可能要去上一些土耳其文 但其实这个跟舞蹈没有那么大关系 但就觉得好像去上然后就是相关的内容也许可以帮到自己 然后再隔一年之后隔年编了一个舞 然后去参加比赛就得了第一名 那当然你说学习那些语言课程跟文化跟舞蹈到底有没有直接关系 有一点难讲 但是结果就是让我的舞蹈比较突出这样子 其实在相关的一个肚皮舞的分类上啊 光是它的历史好像来源就已经非常多了 学者截至目前还没有一个统一的说法哦 而除此之外其实根据不同的地区不同的表演地点 肚皮舞也有不一样的一种种类 以老师您当时所接触到的肚皮舞种类 还有您现在常接触到的这些种类来说 它们分别是哪一些呢 一开始我那时候学的比较偏土耳其的风格 因为那时候大家就是流行土耳其的风格 那当然后来到了中东 一开始到了埃及跟土耳其 那就开始陆续学埃及的东西还有民宿 所以其实到后来都会比较偏学埃及的风格 还有当地的民宿舞这样 他们确切来说到底差别在哪 土耳其毕竟它的文化背景 就是带于有一种草原民族的性格 所以他们在跳舞的时候会比较直接一点 就是跳舞比较直接 那埃及比较偏北非 然后他们就是热带地区 所以他们音乐性来说就会有一种 比较有时候缓慢 然后比较柔 比较游走在不同音程的感觉 对这是一个音乐上的差异 音乐上的差异就会造成舞蹈上的差异 这样子 在这些状态当中 您有没有自己特别有共鸣的地方呢 可能比方说哪一个地区的杜比武对您来说可能特别的熟悉啦 或者是您在做某一个地方的诠释的时候您会觉得特别的自在等等的 那基本上我们能去的国家本来就没几个那有调度比武德本来也就没有几个国家 那所以基本上我们就是大部分的舞者都还是专注在埃及的风格为主 对那其他风格其实大家也不是那么有名或者是显著 所以除了土耳其以外啦 不然基本上大家都还是以埃及的东西为主 那当然去那边生活 学习到他们的舞蹈 我就会觉得特别有感觉啦 特别是在那边生活之后 老师您自己去那边生活之后啊 我相信的确有很多东西会反馈回您自己原本的专业上面 你觉得在去到埃及前与后 你在跳的埃及的杜比武的时候 你觉得那种差别是什么 我觉得在去之前我们跳舞会比较只能靠老师所教的东西 比较一板一眼去编排那些动作 可是到了埃及你跟当地人跳舞之后 你会发现很多动作其实是不是这么多的编排 他们就是靠感觉去跳 还有带很多的即兴 那再加上你学习他们的各种民俗舞之后 其实那种感觉是跟你一个拍一个拍这样去编排 一个动作一个动作编排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 他们是靠直觉去跳舞的 老师除了中东舞之外 您还有碰过其他的一些中东舞蹈吗 或者像您刚刚也有说 也有学到其他的一些民俗舞 您觉得肚皮舞跟他们不一样的地方是什么 基本上光是在埃及他的民宿就有蛮多种的 那当然肚皮舞很明显的 他比较偏抖动在腰、臀、胸 那其他的民宿其实有很多啦 像可能比如说南部埃及的民宿 他有一个叫塞里 那他可能使用的是棍子 对,诸如此类的 那其实蛮多就不一定会着重在抖动腰、臀、胸的这些东西上 那所以很明显的 不管是音乐或是动的动作 使用的部位就会是完全不一样的舞蹈类型 那看起来就会是不一样的东西 我再进一步询问哦 因为刚刚我听到蛮多都是跟埃及的肚皮舞相关嘛 我就直接先往这个方向去哦 我们就以埃及肚皮舞来说 男性他要如何去展现他自己呢 他跟女性会不会有不一样 基本上去到埃及你就会发现 其实这个舞蹈本来就没有分男女生啦 那在一个婚礼上 大家在跳舞 就基本上男生也是跳一样的动作 只是表现跟你想要传达的东西就不太一样 就是男生动作比较直接一点 那当然也有柔的部分 那一样是抖胸抖臀 嗯,其实你就把想象跟拉丁舞是一样的 就是扭动的部位是一样的 那只是说男生比较没有像女生这样 会穿一个舞衣这样的表演 那可能就日常生活穿着牛仔裤 T恤或衬衫 他们就会跳舞了 所以基本上你说男生要怎样展现 那当然再去冬之前 可能就会我自己是把他当热舞在跳 所以也没有想太多 但是到了埃及或土耳其之后 其实当地的男生都在跳 也没有到全部啦 但是就是蛮多的男生会跳 特别去婚礼 就是他们就会跳一样的动作 然后一整晚 所以你也不用去思考说 这个是只有女生的舞或是男生的舞 因为其实 呃,你就是看到一堆人在跳 而且当然一整晚他们还有不同的音乐 所以你就会发现其实 嗯,他们并不一定会觉得 这个舞蹈只有适合女生 但只是说男生不会公开穿舞衣表演这样而已 是,这个其实会回馈到说我这几天查到的几篇新闻哦 其实布月儿童都讲到说他们要去埃及比赛 那这些人都是男性的 不管是拉丁舞者或是肚皮舞者 他们其实都有特别定制了一个舞衣 但是被主办单位说不可以穿上去 他们必须换上可能像是如同老师刚刚说的 牛仔裤啊,或者是比较偏一般性的服装 那当时主办单位给的原因是因为 这个有太多的跟特定性取向有一些些相关 他们有蛮多的舞者 因此而没有办法去展现他们原先所设计的东西 当然这或许来说是特例啦 只是有可能在身为不是那个国家的我们 我们可能刚好会看到这些新闻 因为这些新闻会被其他的媒体刻意的放大 但我在猜或许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导致于说外界会有一种很奇怪的定论 就是在讲到说男性肚皮舞者 这件事情是一种可以讨论的一件事 但是从刚刚老师给我们的回馈来说 其实在当地不分男女 他就是一个很快乐 而且可以大家一同同乐的一种舞蹈哦 我觉得有时候学肚皮舞 或者看肚皮舞表演的时候 大家对服装上是一个比较 他要去适应跟接受的 那因为大家都觉得说肚皮舞就是一定要露肚子 那要穿两截式的舞 但其实我开始会穿一些自己设计的衣服 就是我们就是穿连身的 是因为我在埃及看到一般人 例如说他在婚礼或是家里party的时候 就穿一般的衣服跳 那当然还是有一些埃及的男老师 或是一些女老师穿民宿跳的时候 就发现其实可以穿连身的就可以跳 不一定要露肚子 其实我上课本来就都没有露肚子 就我一开始教课就没有露肚子了 所以事业还好 但是以前表演的时候会露上身 那后来回来再做第一个作品 解放广场的一个社会议题的表演的时候 就我自己就设计了没有露肚子的舞衣 就算连身的 那平时上课就是穿 就是一般衣服 就是没有露肚子 那这也会让不同的族群有兴趣吧 就是例如说喜欢露的人 那他就露 那不喜欢露的学生 他也会比较有信心或是自信 可以进来这堂课 或是来学习 因为我都会告诉他们其实是 肚皮肚是不一定要露肚子的啦 那你有露那你想露就露 那当然 不想露我们还有别的方式 舞衣可以处理 不然其实一般上课我们是不一定要露肚子 因为其实蛮多人是会对这件事情有点抗 就露肚子这件事情有点抗拒啦 那我觉得这也是很多人会对学习这个舞蹈 一开始的抗拒的印象吧 我觉得 只是说我现在想要把这件事情扣回到我们台湾上面 我们在中东我们看到了 大家都可以很开心我们一视同仁的一起跳舞 一起来狂欢 然而在台湾其实在特定的一些场合上 其实还没有办法完完全全的去 算是说完全的理解一些艺术形式 或者是完全理解一些特定的情形 像是在台湾推广肚皮肚来说 我们大部分看到蛮多真的会是女性居多 那有一些跑去学肚皮舞的生理男性呢 他们也会被外人说 为什么是女生跳的舞会混杂了一个男生 诸如此一些比较过分的话语 当然都是他们所听到的 以老师您自己来说 您自己在学习的过程 或者是在看到其他友人的过程 是有这样的经验了吗 还是这其实只是一个 只需乌有的都市传言 刚才有讲就是 因为我学的时候 就是把它当热舞在跳 所以基本上 我拉丁舞在跳 所以基本上我比较没有遇到 太多这样的问题 就是我只是只有在思考说 我怎么样跟人家跳的不一样 当然你讲的事情加减都会有啦 在台湾加减都有 但是我们是没有管那么多啦 我就是跳舞的东西啦 所以我没有想太多要去 怎样面对其他人的想法 因为我们会找我们去表演的 就可能觉得没有什么差吧 我在想 在家人来说 他们最开始是能够理解 您要往这个方向去的吗 那他们的反应是怎么样 家人好像没有在管你是跳什么 他们只有管说 你是不是做一般工作 跟做舞蹈老师这样的差异而已 基本上你跳什么 我对他们的事根本就不在意吧 他们只有管你说 你可不可以做一般的工作 而不是做舞蹈老师 因为舞蹈老师赚的钱比较少 就这样 在访问这边 当然我一定是因为有过 做一些相关的访问功课 所以我才会对老师有刚刚以上种种的这一些的提问 但是直到现在 我其实还蛮开心的 也就是说 其实我听到的 有蛮多的舞者们 甚至有蛮多的在领域内的人 他是比较倾向于是做自己 然后他也会用他自己的方式 来跟世界来沟通 甚至有可能是 我就只做我喜欢的 然后反正我开心就好 反而我也没危害 其实我听到这部分 我是相当相当开心的就是了 只是说 在往这个方向去的来说 我们还是要给蛮多人一些 相对于我觉得比较算是卫教吗 也就是说 刚刚老师您刚刚有提到 多多少少 在生理男性去学肚皮舞的时候 难免都会被质疑 甚至被有歧视的可能性 老师您身为在业界 持续来推广中动舞 以及肚皮舞的 人啊 那您自己会怎么样去 鼓励这一些 想要学习肚皮舞的 生理男性呢 因为其实我会提这一题 并不是我突然之间想到 而是我记忆非常深刻的是 我大学一年级的时候 我们学校有中东肚皮舞社 而当时 当然因为真的也蛮多女性 都去选的 可是我身边很多男性 我听到的都是同一句话 他们就说 我是男生我可以去跳肚皮舞吗 或者是我是男生 我去跳肚皮舞会不会被笑 我几乎听到的一句话都是这个 所以导致说 我大学那四年 我身边没有任何一个朋友 前去这一个社团 那我个人觉得其实非常可惜 因为他有兴趣 但是他顾虑了社会的眼光 所以他不敢去 以老师来说 您会怎么样鼓励这一些的同学呢 我觉得可能是因为 大部分的老师是女性啦 所以大家还是 有时候表演的时候是 或教的时候是用一种 女生的一种展现女生魅力的一个感觉 去教或跳 所以就会变得比较 大家觉得这就是女生的舞蹈 但如果把动作拆解 其实他就是舞蹈而已 那你可能表达情绪上 如果你想要加很多 比较偏性魅力的方式的话 就看你怎么表达 其实我们遇到问题 比较没有什么 我一定要男生或女生去学 因为基本上会去学 人就是会去学 那女生也很多那种不愿意学的啦 基本上 我没有在觉得说 一定要男生要去学 或什么性别去学 因为我觉得他就去尝试 那有兴趣就有兴趣 那说真的 因为会遇到老师比较多 还是以展现女性魅力的 这种主轴去表现 那举例来说 例如说可能甩头发 那可能相对去学的男生 比较没有这个表现的方式 但其实全世界 还是有难多男舞者在跳啦 那多看看 一些其他国际上的男舞者跳 当然台湾也有啦 那基本上你就会发现其实 嗯...就是 这个其实也没有分那么多男女生 因为其实他就是舞蹈动作 那我觉得比较偏 你怎么这样去表达这件事情 用舞蹈表达的事情的方向比较多 我自己是觉得就是想学什么 就是试试看 那有时候不一定是 说不一定是那个东西不适合你 有时候就是那个老师教的内容不适合你 就这样 所以我觉得就尝试吧 因为我自己是多方尝试的人啊 例如说我可能就去学爵士舞 非洲舞 印度舞 那就去尝试 我比较 把他当作是一个 他就是舞蹈 那... 我试了 我喜欢就就就喜欢 不喜欢就不喜欢 对有时候 比较 没有想这么多耶 因为其实 其实不然就去一趟埃及嘛 跟当地人跳一下你就知道 就是那些男生在跳的时候 或家里在party的时候 其实也没有想太多 他们就直接跳了 充满活力的每一天 就像是欢乐的音乐 只因为每分每秒都听见 高兴或破电台 爱分球四点三 比较快乐 哦 哦 哦 不但將做的感受植眼狼鼻 又不會無量TQ 快點黏黏黏黏黏黏黏 鼻塑的老蟲天虛 要記得鼻塑哦 向這些反鋪鼻提醒你 鼻塑鼻塑鼻 血液要在一百四九十以下 不要等過醇 不要超過一百哦 湯了杯控制好 不用擔心啦 以上光告由高明健康素提供 聽陪您一路平安的 高雄廣播電台 FM94.3 AM1089 不過你真的要說 比較多歧視 我覺得反而是在 中東當地可能年紀比較大的 那些人或是偏向那些人 比較有 就是覺得這個舞蹈是 舞者是女性的舞 當然他們對女性舞者也沒有很好感啦 但覺得應該是說 他們覺得舞者不是一個很好的工作這樣啦 至於是男生女生 跟都一樣嘛 女生他們也不覺得 舞者是一件很好的事情 所以 但一般來說現在埃及年前 對你是舞者這件事情 倒是覺得還好 不管是男生還是女生啦 所以基本上我的埃及朋友都會覺得 這也沒什麼 老師接下來想要來再往稍微大一點的方向 來去做收尾做詢問喔 其實您剛剛有提到您多方常識 慢慢地碰到了這一個中東的舞蹈 然後最一開始是從肚皮舞開始 慢慢地去接觸下去 你發現這個是你自己所喜歡的 當然現在可能是肚皮舞啊 是一個其中一個很重要的主軸 但是不只是這個 您還有碰到非常多的民俗的舞蹈 也都持續地在台灣來做推廣 那我個人會想要詢問 您在做這一些教學的時候 您自己有沒有遇過一些比較印象深刻 或者是會讓你比較感動的一些事情 讓你覺得說 其實你做這個真的不只是自己喜歡而已 其實它是可以來帶著蠻多人 持續地在往下的 您自己有遇過這樣的情形嗎 我先跳回剛才那個內容 然後講幾個故事 就是例如說 在埃及 我們有遇過例如說女性舞者 在租房子的時候 聽說他們 就是如果有時候啦 就是房東知道你是舞者 他可能就不會租給你 所以有一些女舞者 可能就會比較傾向租那種 可能地區或是房東比較 嗯...西化嗎 還是什麼的 就是可以接受的 那不然就是他不要告訴 房東他是舞者 不然有一些可能思想比較保守的房東 就會覺得舞者就是一個霸大行業這樣 那我自己是 有一個朋友他要去埃及中部的一個城市 比較不是觀光區觀光客會去的地方 那他當然也沒有那麼繁華 就比較就是一般城市這樣 他就有說 可能遇到他的親戚朋友家人 可能就先說 不要說我是舞者這樣 因為畢竟他們對舞者的印象 不管是男是女生 他們對舞者的印象就不是很好 對 所以基本上還是會遇到這樣的人啦 那當然我覺得這是他們自己的 文化跟社會的一些歷史上的一些歷程 那我們就尊重 那所以這個相對來說 聽起來就會是比較讓老師印象深刻的一個故事 所以根據你自己在台灣的教學上反而就 相對來說比較少一點 比較多都是跟異國上接觸到比較多 好 當然大家會喜歡追求一個曼妙的瘦的身材 但其實如果你真的去中東 你就會發現其實他們蠻多都是有肉的 所以要去接受自己的身材是有一點肉 或者是 這是會有點對他們說是蠻大的障礙啦 以我們來說就是會需要不斷的帶給他們信心 然後讓他知道說 其實像我們可能在中東待久 你就發現其實他們真的不管是男生女生 有肉都其實很喜歡穿緊身的 可是在台灣就會喜歡穿寬鬆的 所以你在那邊待久就發現 就算男生好很大肚子 他還是穿緊身就覺得好像有肉比較好看 回來台灣大家帶給人的觀念 就是說就是有肉就不好看 但我覺得這是一個 審美觀跟社會的感官的一個差異啦 所以基本上有很多的學生 其實他們身材已經很好了 就是我們所說的就是偏瘦 或是其實也沒什麼肉 但他們還是覺得自己身材不好 所以有時候是 這是我覺得比較難去說服他們 就是或帶領他們到一個有自信的狀態 但你說正常教課教學都是還好 但是有時候要讓他們表演 然後說服他們自己對自己的身材有自信 我覺得這件事情會比較花時間一點 但是老師一直都是在持續宣導著 我覺得是健康且正確的觀念 而不要被台灣的主流價值觀而牽引而走了 這件事當然也是非常非常好的 那回到我們節目的這 我這一次的一個整個主旨 我是從跨腹追日的這個故事來開始前進的 如同我剛剛在訪問的最一開始的時候 有時候很多的經典裡面 包含山海經啊 甚至一些其他的一些智怪神話 都有提到跨腹 不管是這個人或是這個族群都是 那當然他們有提到他們的一些個性 但是他們並沒有針對於細節 比方說為什麼他們要追日要做這些事情去做琢磨 而我自己啊在碰到這樣子的故事 而我用了自己的詮釋之後 我個人認為 夸腹是一個相當勇敢的人 因為我不認為在秦朝的時代 會不知道太陽是追不到的 我並不認為就是會有這樣的一個情形出現 甚至在遠古神話也是這樣子 只是他為什麼要追呢 會不會是他在追求一個不得不的願望 或者是他有一些 他一直穷極深很想達到的一個方向 而對我來說在這一個系列裡面 所認識的每一個人 都是他們生活當中的一種跨腹 那我都先統稱他為跨腹精神啦 只是說他可能可以有別的意思 只是我個人取向是比較偏向於 往夢想去追勇敢去做多方嘗試的 這樣的一個概念 那如果說聽完了剛剛我們這樣整個這樣聊下來 老師你對於跨腹為什麼要追日會不會有一些不一樣的看法呢 還是說你依舊維持原本他依舊就是勇敢的想要往前追呢 老師你自己覺得 因為我們剛才其實沒有花時間在講跨腹 所以我對他的動機其實沒有那麼了解啦 那基本上我自己比較專注在我們自己追求舞蹈的獨特性跟不可能性這件事情 會比較在意啦 就是我們可能做表演要做一個 嗯 別人做不到或自己做就是沒有嘗試過的獨特的演出 不管在用中東舞蹈談論社會議題這件事情上 我覺得這件事就會是 那個算是跟他做的事情有點一樣 但我覺得不會至於到我們自己的夢想追不到 這是相對是花時間跟困難去達成 那也沒有人去嘗試過的一個東西 那對我來說就會覺得去嘗試這件事情是 嗯 有挑戰性 但是過程也是有趣的 老師你自己覺得啊 你自己會有像跨腹那樣子的精神存在嗎 算有吧 就是我是蠻喜歡挑戰 就一個比較可能看起來像做不到 但是我就是盡量去把它做到的事情啦 我依舊是非常非常感謝老師 一直在這條推廣的路上 也持續帶領著學員們有非常正確非常健康的一些觀念 也希望在未來來說 我們都能持續看到老師的一個新的作品了 那我們在訪問談的最後 我們再為多情城市再講一次他的那個時間吧 當然未來節目有機會的話 再邀請老師來我們針對多情城市這個表演 來好好的跟我們來聊聊他的一些製作上的一些特殊啊 有趣啦 還有他的整個的過程 我們這裡就先只提說他的時間地點 還有他的購票詳情上哪一個平台呢 時間是4月2930 然後在台北水源劇場 6月2425在台南台江劇場 然後可以上我們舞團的網站 Facebook或者是 兩廳院的購票型的OpenTix就可以購買得到 走進時光隧道 踏遍每個街角 城市的璀璨瘋狂 高雄廣播 陪伴你探索 從今天鎮宇的故事還有他所分享的一些經驗當中 我們會知道 男性的中東肚皮舞者 似乎並不會因為他們是男性而有遭受一些不平等的對待 不過原本啊 因為在想說要搭配著當代舞者來一起做比較 但因為篇幅的關係來不及 沒關係 我們以後再來好好的來做琢磨吧 但今天這樣的節目我很開心 總有人跟我說 社會關懷必須悲情 必須讓人落淚 可是我總想 社會關懷 雖然是要放大一些難過的 或者是我們還沒有解決的議題 可是我們正在解決的議題不是也需要被發揚嗎 列出今天這一個中東肚皮舞者 是嗎是 還有我的朋友們 我們共同的遐想 也因此我們找了對應的主題 但非常非常高興 我們得到的是正面的答案 所以 在你的生活當中 可能也會有一些較為負面 較為低落的時候 但 那只是你的猜想 不用太擔心 不用太害怕 玻璃星球 可以跟你說晚安囉 拜拜